哈喽 妈妈上班咯 嗨的呢 嗨 哈喽 现在是我们的午餐会议时间 那现在呢 是用餐时间 所以 但是因为太忙了 所以我们要一边开会来一边用餐 让我们的制作人来讨论 好啦 我今天吃的是什么 今天吃了一个芒果泡芙 然后喝了一瓶气泡矿泉水 因为其实太晚吃是糟糕 这一个芒果泡有缘分 应该说现在本来就是芒果鸡 很多芒果 因为之前我才做那个芒果 在我的印象最多 我自己也是喜欢芒果 而且台湾芒果真的很好吃 像是刘德华补贴的芯片 早出二天地最绝 在当我们买超好的 19.4亿台币 而且刘德华为了在台湾充他的票房 他还特别的举办了两场的售票见面会 但是如果没有买到售票 那这边会有关系 因为在7月13日下午1点钟 在西门地区的电影街 还封街 都还要继续有个粉丝接连 很棒 还有最近的话题行片 还有这个寄生上游 在全台上映10天 我的票房已经上看 担心500万了 这部片呢 我自己跟制作人聊天 制作人他已经看过了 他就说 很好看 那千万不要像我看影评 因为越看雷越多 真的是自己看 好像云霄飞车一样 田妮你也超豪卖的吧 对可以旧口的赢 那就是这些旧口 叫环保的朋友习惯 对 我还有那个科技艺术 跟时尚科技的东西可以分享 科技艺术的东西呢 那就是我在收到这个mail的时候 我觉得哇好酷好酷喔 要跟大家分享 他是这个本来做电影制作的 艺术家黄红他就跨界做 水墨制作 然后他发明了全球第一个 AI人工智慧的水墨艺术家 叫做AI Gemini 他的灵感是来自于2019年初的时候 中国的嫦娥4号探测器 再加上没有被发现的月球表面 这两项所激发出来的灵感 这个AI Gemini 就是用自己的风格分析画出了 AI智能 人工智能的水墨艺术创作 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 然后我跟我们的制作人在聊说 那哇这种AI艺术家出现了 那以后真人艺术家怎么办 那就只好看着办了 大家也在关心说 以后的AI发展人类 到底会如何的被取代 我也不知道答案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棒的就是那个 时尚结合科技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玩手流 对 就是因为我最近有在玩这个手流 通常罗马奇遇 它就是知名的时尚品牌啊 把这个小游戏做成了微信小游戏 在这游戏里面就行到了徐卫洲 现在当红的明星徐卫洲 化身成为里面Q版的小人 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去罗马玩啊 然后去补充特杉的金币 就是消磨时间啦 反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游 但是它是时尚品牌所设计出来的 我觉得整个风格上面 就会有点不一样 那你今天晚上的工作是什么 今天的工作我今天要播晚报 我晚上1900到2000年的晚报 好 你酷你喽 拜拜 拜拜